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陽照一照就會自己戀開 從一開始 這就是一個錯誤的選擇開始 咱們真的就要出人命 再要成功嗎 你現在就可以給我回覆 你們要不要簽賞 不簽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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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讓檢疫局知道 他們繼續這個樣子 我們就早上的麻煩 讓高層知道檢舉出了大問題好不好 好 土方回田 立即簽賞 土方回田 立即簽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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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招牌的問題 我們女士小時候都處在 不知道當時這條牌要下來 我們會死命安全 不知道 也有什麼人要把我們關心不住 這檢柴營 有糾正文有關單位 已經要中文三個月了 不但他不停工 而且一定在關工中 我跟不停不住 那種 不關禮拜 也是做 後來也是做 那種 7點就準時開工 做到晚上10點 如果在開工 就算我們處在地震中 面場是哪有哪 那幾十盒 平均都幾十盒 情何以堪 從去年的11月 他們因為嚴重 開挖嚴重的滑動 停工了以後 這個滑動 持續一直動到 今年的2月份 從2月份就停止滑動 一直到今年的8月份 可以說 我們兩裂縫沒有什麼重大的變化 那麼現在既然沒有再繼續開花 也沒有大雨 也沒有地震 應該這個滑動是不會再發生 也就是說裂縫不會再擴大 但從今年8月到現在 持續三個月的時間 這個裂縫 持續再擴大 第二個嚴重的事情是 過去我們量到的裂縫滑動都是這樣 當這個救援區的往下再滑 我們可以看到它裂縫往下再滑 擴張的方向的時候 這邊新院區是往上浮起來的 但是今年8月份開始 這個滑動這邊再往這邊滑 但是救援區往下沉下去 當中間的這一塊土 被他們持續的往下挖到剩下很薄的時候 這塊土破掉了 現在當這塊土如果破掉了 它就會兩邊往同一個方向 往中間來滑動 這個滑動的路徑是很短的 也就是說 樂生院現在發生 滑下來整個救援區滑下來 導致新院區也滑下來的危險 比三個月前是嚴重非常非常多 隨時有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就會發生 捷運局認為說 真的滑動嚴重填回去就好了 那個時候填回去都沒有用 因為那個速度非常非常快 現在是停工的狀態對不對 現在是施工邊坡安全工程是不是 邊坡安全為什麼我們的院區會滑動成這個樣子 各位長期關注樂生的安全 個人感到很佩服 我們遠比在場的各位 在場的各位更關心 這個整個院設跟院民的安全 我們只是想要真正現在這個狀況 接著就要說明嘛 接著就要說明嘛 那我們現在這個 正在施工中 我們得到的指令就是說 樂生這個機場 我們是要繼續施工下去 因為我們在接受上面的指令 盡量的樂生的位置在這邊 所以我們必須要繼續施工下去 但是我們要做的是確保邊坡 院民跟院設的安全 但是如果我們要保證 這樣子的一個施工的過程 我們不能否認 難免會有一些裂縫跟呈現的產生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完全是在可以控制的範圍之下進行的 各位剛才的訴求是說要回田 我們現在是說在那個 在中間會做一個香函 然後把我們的軌道跟我們的一些設備放在裡面 然後我們會回田 所以我們最終會回田 等到我們回田完成的時候 等到我們完工的時候 院設跟院民就永遠的安全 現在的狀況仍然是安全的 我們從今年才6月份開始 做這樣的一個長期的安全方案以來 我們圍請了台灣省大地專業技師公會 全程的對我們的設計 對我們的施工 對我們的監測 做密集的觀測 到目前為止 我們得到的數據都是安全的 他也認為我們的南邊的院設 跟北邊的院設 也是狀況都是安全無餘的 目前的狀況就是這樣 而且我們的整個方案也得到 跟各個單位包含監察院 包含工程會交通部立法院 新北市政府 我們通通都去做過簡報 我們也得到大家的認同 這兩個禮拜以來 結論局派了許多的工人 在就院區和新院區附近 開始打很多的傾斜管 一些監測地址滑動的一些機器 那根據那個功能說法 就是說他們為什麼要打這些 就是因為山體確實是在滑動 而且這些儀器加打的情況是說 你要離開外面很遠的地方 你開始打 表示說真的滑動面是要往後 不論是從我們觀測的結果來看 或是以他們其實在那邊的動作來看 還有你會親自住在那裡的感覺來看 就是真的是應該是有在滑動 但是他們這樣子說我們沒辦法承受 我們的機場模式 正好是給結議局 大家就知道 這個危險機場 這是全球機場 多一點的就是趕上去 好 大家一步一步和圈 立即牽扯 五方還圈 立即牽扯 五方還圈 立即牽扯 今天我們把這個捷運機場還給捷運局 我們還給捷運局 他作為地方政府 他不能回憶 大家聽說他講一句話嗎 他說沒有人命令我簽場 我們就是找可以命令他簽場的人 去找衛生署 去找行政院 我們要求他把這個有問題的機場給收回去 今天把這個機場丟回去只是第一步 接下來 接下來請大家跟我們一起到衛生署 到行政院 我們有更高強度的行動 要求他把這個機場收回去 等等 他可能會讓他依然 我們沒有更大 我們不找他 我們不找他 我們不找你們 對方 我們想要好